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是要您加入什么组织 更不是要您参加什么活动 而是在这内心空虚的现代社会中 让您养成对神的信仰 及追求真理的道德观念 请您慢慢欣赏 遥望天空 是谁创造了这些星辰 是神 难道您真不知道吗 难道您真没有听过吗 永恒的神创造天地的主宰 祂的智慧高不可测 你们让谁来跟神相比呢 你们用什么形象来跟神并列在一起呢 神说 天是我的宝座 地是我的脚凳 你们要为我建造什么样的宫殿呢 宇宙万物不都是我创造的吗 唯有神能创造宇宙万物 唯有祂是天地的主宰 神并不住在人工建造的庙宇里 也不需要人的贡物 因为它根本一无所缺 我们人类的生命 福气和一切恩惠 都是神所赐给的 所以绝不要以为 用人的手艺和技巧 雕刻出来的东西就是神 最初上帝创造了宇宙万物 上帝创造了光和暗 也创造了海洋和陆地 在地上使不同种类的树木花草茂盛 在天空使太阳普照大地 让月亮在夜晚的天空发光 上帝也创造了星素 上帝又创造了各种不同的野兽 畜生和爬虫 使它们在大地繁殖 最后 上帝照着自己的形象 创造了人类 上帝用地上的尘土 塑造了人的身体 把生命的气息吹进它 使它成为有生命的人 上帝创造了一男一女 要他们成为他所爱的儿女 除了生命之外 上帝赐给人类福气和一切恩惠 然而 人们故意不尊敬上帝 不遵守祂的话 而且做出各种坏事 自甘堕落 上帝看见地上的人们 罪大恶极 心思意念 都是邪恶 上帝说 世界上没有不犯罪的人 连一个都没有 人人都偏离了正道 步入了歧途 变得毫无价值 人从来不知道和平是什么 他们的心目中根本没有上帝 凡事人都心里充满了各种邪念 贪念 人变得恶毒 嫉妒 傲慢 自夸 毁谤 欺诈 凶杀 斗争 人们憎恨上帝 侮辱人 不仁不辞 冷酷无情 悖逆父母 丧尽天良 正因为人都有罪 所以每个人注定要死亡 而且按照上帝的规定 死后还要下地狱 但是上帝仍然深爱世人 甚至将他唯一的儿子赐给人类 好让一切相信他的人 不至于灭亡 反而得到永恒的生命 上帝的儿子 耶稣基督 诞生于以色列国的波利恒阵 耶稣渐渐长大 越来越聪明 上帝和人对他的喜爱与日俱增 耶稣开始传道的时候 年约三十岁 他在以色列国的各地 约旦河一带 以及加利利地区的各乡村 向人们传道 天国尽了 赶快悔改离开罪恶吧 耶稣无论到哪儿 人们都成群结队地来听他传道 通往灭亡的门是宽的 路是大的 所以走上这条路的人最多 但你们要从窄门进去 因为通往永生的门是窄的 路是小的 找到他的人也很少 我就是道路 真理 生命 不依靠我 没有人能到天父那里去 耶稣到处传播天国的福音 同时也治好了无数得病的人 不论是得病的 身体疼痛的 还是被鬼附身的 得阳颠风的 甚至是瘫痪的 耶稣都把他们一一治好 耶稣 门徒们和一大群人 从耶利哥出来的时候 有一个盲人 名叫巴迪迈 坐在路旁要饭 巴迪迈听到路上经过的 是纳瑟勒人耶稣就大声呼喊 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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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魏的子孙 可怜可怜我爸 可怜可怜我爸 你要我为你做什么呢 我要能看见 我让你看见 你的信仰救了你 我看得见了 我看得见了 瞎眼睛的人 立刻能看见东西了 就跟随了耶稣 有一天 耶稣和门徒上了船 要到湖的对岸 忽然 湖上刮起狂风 泼涛汹涌 泼浪打进小船 船舱里几乎灌满了水 耶稣却在船尾睡着了 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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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快没命了 船快灌满水了 我们全都会淹死的 我们全都会淹死的 静下来 不要动 我们快得救了 你们的信心在哪里呢 门徒们非常害怕 彼此说 这个人究竟是谁呢 连风浪也听他的话 有一天 一个名叫耶鲁的人 来求见耶稣 说 耶稣 我祈求你拯救我的独生女吧 老师 可怜可怜她吧 她才十二岁 却快死了 求求你 请随我来 亚鲁 很遗憾 耶稣 你的女儿死了 不要麻烦老师了 不要怕 只要信上帝 你的女儿就必得救 是谁呢 好 孩子 起来吧 给他些东西吃 我吩咐你们 不要把这里发生的事告诉别人 那些亲眼看见耶稣 让死人复活的人 不断地传扬这些事 所以许多人 由于这些神迹 相信了耶稣 但也有些人 回去见法里赛人 把耶稣所做的事 向他们报告 于是法里赛人 和祭司掌门 召开了高层会议 可是因为 害怕群众 就想法子秘密地 杀害耶稣 有一天晚上 耶稣和门徒们 走进了一座橄榄园 要在那儿过夜 祭司长和法里赛人的差役 拿着灯笼和火把 还带着武器 把耶稣抓走了 带着武器 逮捕他 这是王春的逼我 开了 告诉我们就要发生什么事 您的卑贱的仆人 尊敬别人的姿势如何 你要拯救我们吗 你要拯救我们吗 谁打他 你猜猜看 先知 告诉我们他里不是谁 他们把耶稣 押到大祭司的棺底 经学家和长老们 都聚集在那儿 全体议员 正在找假证据 来诬告耶稣 好判他死罪 虽然有很多人诬告他 但是总找不到 足以定他死罪的证据 耶稣对他们的诬告 默不作声 大祭司对耶稣说 这么说 你是上帝的儿子吗 是的 我是 谁给他权利这样说话 要罪 清早 所有祭司长和犹太人的长老 商议要处死耶稣 他们就把他 押解到罗马总督 比拉多那儿 这个人没有干什么应当把他处死的事 因此我将命令鞭打他一顿 然后放他走人 你 你 用鞭子撤他 把他钉死在十字架上 对 把他钉在十字架上 他是耶稣 你们为什么这样折磨他 放开他 放开他 还是米赛 他什么坏事也没做 你 把他拉起来 比拉多虽然知道他们 是因为嫉妒耶稣 才把他押解来的 但是他因为怕会引起暴乱 所以就把耶稣交给了他们去杀掉 他们把耶稣 带到城外 到了一个名叫 苦鲁头的地方 在那儿把耶稣 钉在十字架上 同时也把两个强盗 钉在十字架上 一个在右边 一个在他左边 钉在十字架上 钉在十字架上 这时候耶稣说 天父啊 赦免他们 因为他们不知道他们在做些什么 他救了别人 让他救救自己吧 你如果是米塞亚 就请救助你自己吧 从十字架上下来吧 祝福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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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 从中午开始 天色突然转变 一直到下午三点钟的时候 耶稣说 父啊 我将我的灵魂 交在 你的手里了 说完了这句话 就断气了 有一个人名叫约瑟 是一位议员 为人良善公义 但并不同意议会的决定 这人去见比拉多 要求领取耶稣的遗体 约瑟把耶稣的遗体搬下来 用细麻布裹好 安放在岩石凿出来的坟墓里 随便室 你把我打拨过去 是 你把他打 iOS 打算 你把我打敗了 看我 你把你打进去 我打算 还有 可爱你 我爱你 好 然后又推来一块大石头挡住木门 事实上 耶稣到这世上来 是为了代替我们承担神的惩罚 祂把我们的忧患和痛苦揽在自己身上 然而 我们还以为祂该受惩罚 认为祂是自讨苦吃 而受神的打击和虐待 谁知 祂被刺伤 正是由于我们的罪过 祂被压伤 是承担我们的罪恶 谁能想到 祂受刑罚 才使我们得到了平安 因为祂挨毒打 我们才得到医治 我们正向小羊羔迷失了方向 固执己见 随心所欲 但是 神把我们众人的罪孽 全都汇集在祂一个人身上 世界虽然是祂创造的 可是祂来到世上的时候 世人却不认识祂 祂来到自己的地方 世人却不接受祂 但是 那些接受祂的 相信祂的人 祂就赐给他们特权 使他们成为神的儿女 由于耶稣用自己的血 为世人赎罪 所以神让所有信祂的人 得以赦免 耶稣死后的第三天 在星期天的黎明 有几位妇女一同到墓地去 他们来到坟墓那儿 发现石头已经从墓前推开了 就走进去 却找不着主耶稣的身体 他们正在为这事猜疑的时候 忽然有两位天使 穿着耀眼夺目的衣服 站在他们旁边说 你们为什么在死人中寻找活人呢 他不在这里了 已经复活了 应当记得他在加利利时 对你们说过的话 人子定将被交到罪人手里 钉在十字架上 第三日复活 妇女们又惊又喜地离开墓地 赶忙飞快地跑回去 把一切发生的事情 告诉其他的信徒们 正在讲这些事情的时候 耶稣突然站在他们当中说 愿你们平安 他们惊慌站立 以为见到了鬼 耶稣对他们说 你们为什么惊慌呢 为什么还心里起一念呢 看看我的手 我的脚 的确是我 来 摸摸我看 魂是没有骨和肉的 但你们可以看见我都有 我跟你们在一起的时候 不是说过 基督要受害 基督要受害 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吗 这悔改和赦罪的福音 必须传避 必须传遍全世界 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人 我赐予你们一个使命 你们要到世界各地去 向所有的人传福音 相信而接受洗礼的必定得救 不信的要被定罪 受害后的四十天当中 耶稣用许多方法 让他的信徒们知道自己是活着 又屡次向他们显现 并且亲自对他们讲述天国的事 复活后的第四十天 耶稣带着他的信徒们到一座山上 他举起手为他们祝福 然后在他们的注视下离开地面 不久有一朵彩云把它接上天 门徒就看不见他 今天耶稣基督就在天上 然而在世界末日到来的时候 会再降临到世上 全人类一定看得到 耶稣充满无比的全能和荣耀 架着彩云降临 耶稣基督再来是要审判全世界 那天人们会为自己的罪恶后悔 天要轰然一声地消失 天体在烈火中融化 大地和万物也都跟着烧毁而灭绝 111分钟 111分钟 ท优传达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行为可恶的、杀人的、淫乱的、行邪术的、拜鬼神偶像的、说谎话的人 他们的结局是被丢进燃烧着的硫磺火海里 凡是名字没有记录在生命册上的人 也都被投入火海里 这火海就是地狱 地狱就是神为魔鬼和他的使者所预备的 不灭火海 永远地惩罚 进去就出不来 求生不得 求死不能 因此 你们要畏惧神 祂能把你的身体和灵魂 都投进地狱里 然而 所有信赖耶稣基督的人 却不被定罪 他们都要进入永恒的生命 就像天上的光辉 永远闪烁 神为相信他的人 所预备的 是人见所未见 闻所未闻 甚至是想都想不到的美好世界 神要亲自和人住在一起 他们要做神的子民 神要与他们同在 那里再也没有死亡 也不再有悲伤 哭泣和痛苦 从前的事都已经过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如果肯谦卑下来 向神祷告 恳求祂 脱离你的罪恶 神必在天上垂听 赦免你的罪 趁着还可以亲近神的时候 去恳求祂 现在还来得及的时候 向祂悔改 邪恶的人 必须放弃自己的恶念 并且改邪归正 快回心转意吧 神必怜悯你 归向神吧 神必广施赦免 相信耶稣基督的人 必得赦免 依赦他的人 将拥有永恒的生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